电烂网市,德国弗里德里希亚绿山大埃尔兰跟纽伦堡大学的科学家们,计划通过两个不同的研究项目开发出一种储能太阳能电池。 这两个项目均获得了德国研究基金会超100万欧元的资助。 据介绍,新电池将基于一个依赖于两种碳氢化合物的储能系统。 这一系统产生于光线击中NBD分子时,导致分子转化为QC的反应。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过程能够产生类似于高性能电池的能量密度。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使用或进一步改进这一过程,从而创造诸上述的主能太阳能电池。 研究小组称,将储存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也并非不可想象。 这一愿景使建造一个储能太阳能电池变得具有可能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